由Eric Cole和曠子凡主持的開TV節目 《練狗術思心》最近熱播中 這日他們還請來陳柏宇和歐子林擔任嘉賓 兩位除了把握機會向Eric請教心得 還分享養寵物的樂趣 昨天我坐在小椅子 然後就看著廚房 因為我在廚房製作中藥 然後貓就走進來 牠前面的位置 然後牠看到牠就開始哭 然後我轉圈牠的椅子 轉圈牠的椅子就不哭 然後牠就看著牠 再哭 揹著牠 那有沒有想要解決你的問題 不用解決 牠會習慣的 帶著客人習慣的 我有想過需要不需要 因為我看到我的貓經常都很悶 我想過要添置一隻狗仔或貓去陪牠 最近都有這個想法 但我在想狗仔和貓可以怎樣好好地相處 那為什麼你會想養狗呢 如果牠這麼討厭狗 我想看可不可以令牠 調教一下我的貓咪 因為平時牠很霸道自己一個 牠經常見到很多人嗎 平時都有 都出街 經常出街的 對 經常出街 所以牠只見到貓咪就會上親近 但不知道牠見到狗仔 就覺得很有攻擊性 這天見Eric的手指受傷 原來是牠日前打籃球弄傷 Omi送上慰問之餘 當然也有問牠會不會影響練狗表現 不多 不少 少少 其實會看回那隻狗的威力有多強 因為牠有兩隻船 現在還有一隻食指 可能只有1.5 那個力量是有少許的 那我不推得最高 牠可能用四隻手指 其實可能活動能力是低一點的 但是OK的 因為為什麼一定要轉變 我們不是用同隻狗去鬥 鬥大力和鬥凶狠 如果我是要的話 我就真的要運用整隻手去處理 你有什麼要用力的 你今天叫我 好 我幫你拉著牠 好幸好聽你 不 幸好今天 隻狗好像不是那麼爽 不過我們還有 Jason 有Paula 應該夠力的 所以沒事 撐得住 預約一些練習給牠們做 對